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回顾一下 这两卷在我们平台上都读过了 我们现在来追溯一下 好 这个声音应该是可以的哈 以色拉和尼西米记 在多数现代圣经版本中 他们分为两卷 不过这是后来才分开的 最初他们合在一起 由同一位作者书写 记录开始的时候 巴比伦已经毁灭了耶路撒冷和圣殿 并掳走了很多人 故事从以色列人被流放50年之后讲起 记载了一些以色列人返回故乡 重建耶路撒冷城 住在那里时发生的事 这卷书提到了三位重要的领袖人物 是他们带领重建工作的 先是索罗巴伯 然后是以色拉 最后是尼西米 书里记载了他们的事迹 索罗巴伯带领了一群人回到耶路撒冷 重建圣殿 大约60年之后 以色拉回到耶路撒冷 教导百姓律法 并重建信仰群体 最后 尼西米率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 三个故事的结构很像 开头都讲述了波斯王被神感动 拆派某位领袖回到耶路撒冷 随后 波斯王提供物资和支持 最后三位领导者都遇到一些人的反对 虽然他们战胜了这些反对力量 但也同时出现了奇特的虎头蛇尾的结果 我们来看看整卷书的内容 故事一开始 波斯王塞鲁士下诏书说 神感动他 释放被掳的以色列人返回耶路撒冷城 重建圣殿 作者说 这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预言 他曾说流亡的百姓有一天要返回耶路撒冷 这次的应验让我们对其他指出流亡不是结局的预言抱有希望 开始盼望见到大魏后裔中的弥赛亚 盼望重建神的圣殿 盼望神的国度降临到列国并祝福列国 实现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 我们带着这些盼望读索罗巴伯的故事 这个名字意思是栽种于巴比伦 他代表了被掳到巴比伦期间出生的一代以色列人 索罗巴伯率领一批人先返回了耶路撒冷城 在那里定居后 他们重建了祭坛和圣殿 殿基和献殿仪式都是重大事件 要知道从前在奉献会幕和圣殿的仪式上 神会在发光的云柱中显现 并和他的百姓同住 但这一次却没有这种现象 所以当一些人庆祝新圣殿落成时 那些亲眼见过索罗门圣殿的老人们却哀哭起来 因为这与他们荣耀的历史或对未来的期望相差太远 这时第一次出现了反对的声音 而且方式很奇怪 一些没被掳走的以色列人后代一直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主动提出要参与圣殿的重建 却遭到索罗巴伯的拒绝 他说你们与我们的圣殿无分 这引起了冲突 虽然索罗巴伯战胜了这场冲突 但很奇怪 因为先知们曾预言说 当神的国降临时 以色列种植派会和列国一起敬拜以色列的神 所以这可以算是一次反高潮的时刻 接下来大约60年后 以色拉出场 他是一位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领袖 也是一位律法学者和教师 波斯王亚达薛西委派他带领另一批人回到耶路撒冷城 以色拉想在百姓中兴起一场属灵复兴和社会复兴 这相当令人期待 但故事再一次出现了反高潮 以色拉得知 很多从流亡中归回的以色列人 与那些生活在耶路撒冷周边没被掳的人通婚 他们当中有以色列人 也有外族人 以色拉重申律法诫命 要求以色列人持守圣洁 同古代的迦南人分别开来 他认为住在耶路撒冷周边的人就类似于迦南人 他们会败坏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 于是以色拉做了一个真诚悔改的祷告 召集所有领袖颁布了一条离婚法令 废除这样的通婚 要求送走他们的妻子 儿女 这条法令只得到了部分的实施 书中列出了部分需要遵行离婚法令的名单 这个故事之所以奇怪 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 神从来都没有命令以色拉做任何事 是耶路撒冷的领袖们促使以色拉颁布了这条法令 其次 同时期的先知马拉基确实说过 被掳者要持守圣洁 但他也说神反对离婚 所以这条法令带来的混杂结果 使故事最终呈现出奇特的反高潮 接着 故事转入记载尼西米的事迹 尼西米是以色列人 在波斯王工作室 他听说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消息后 就祷告神 波斯王亚达薛西准许他回去 重建城墙 王甚至帮他提供了一支武装护卫队和所需的物资 尼西米抵达耶路撒冷后开始了重建工程 他也同样遭到耶路撒冷周围人的反对 故事再一次出现了紧张时刻 同时代的先知撒加利亚说 神国的新耶路撒冷将会是一座没有城墙的城 神的同在会围绕着城 列国的人都会到城中来成为与神立约的子民 但尼西米所做的似乎与这个意向相反 他告知耶路撒冷周围的人 他们与耶路撒冷无分 这当然激起了他们的敌意 尼西米凭着自己的正直和勇敢 遵行他对这座城市的意向 建城的同时设立武装的护卫人员保护他们 那么这场冲突会用不同的方式解决吗 这一切引起结尾的两个相反的举动 先是积极的 后是消极的 以斯拉和尼西米联手在百姓中兴起一场鼠灵的更新 他们号召流亡回归的人在节期中聚集 一连七天 他们向百姓诵读并教导律法 一起庆祝古代的祝鹏节 纪念神在出埃及和旷野中的信实作为 之后他们献上认罪的祷告 与神重新立约 启示遵行律法书上的所有命令 最后他们在耶路撒冷城墙前举行了盛大的庆典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转折点 但事实并非如此 故事的结尾让人沮丧 尼西米巡视圣城时 发现百姓没有履行誓言 圣殿不受重视 殿中的供职人员不称职 索罗巴布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接着尼西米发现以斯拉的努力也白费了 所有人都违反律法 在安息日工作 甚至牵连到他自己重建城墙的努力 有人在城墙旁边设立市场 在安息日做工 尼西米非常愤怒 他打了其中几个人 拔掉他们的头发 大声疾呼 要遵行律法书上的命令 最后他祷告神纪念他付出的一切努力 这卷书就结束了 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结尾 但我们早已有了准备 不是吗 作者特意把这几次虎头蛇尾的事件记载下来 引发了一个问题 这卷书和圣经的故事脉络有什么关系呢 这卷书一开始引起了我们对先知预言的弥赛亚圣殿和神国的盼望 但这些最后都没有应验 所以即使以色列人回到了自己的土地 他们的属灵状况似乎与流亡之前也没什么差别 即使以色拉和尼西米竭尽全力 但他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还是无法改变百姓的心 这卷书以先知耶利米书以西杰书都强调了同一个需要 如果要让神的百姓爱神顺服神的话 他们的心需要被彻底的更新 这卷书的结尾让人沮丧 但它促使你继续读下去 在之后的智慧书和先知书中 继续看神怎样实现他立约的应许 这就是以色拉和尼西米记的经验 我们现在这个先停在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 刚刚看完的这个有什么看法 所以他在讲的是我们的以色拉 以色拉记跟我们的尼西米记 这两卷书 他描述的过程是怎么样 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不同的地方 是不是 相似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大家记得吗 都是重建圣殿 都是重建圣殿 OK好 还有呢 还有什么 先说顺利 先说顺利 很顺利吗 不顺利 不顺利 好 然后呢 他们改变了些不好的文化 不好的这些东西 OK 还有呢 请问在这个时代 OK 在这个时代的时候 弥赛亚出现了没有 没有 没有 弥赛亚没有出现 没有预期的出现 OK 然后所以他们还是继续的等待 是不是 在这个这一段历史的一开始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很悲惨的事情 记得吗 发生在犹太民族身上有什么很悲惨的事情 流亡 That's right 不可以忘记这个字 Exile 他们被流亡了 OK 好 然后这是他们民族悲伤的地方 后来结尾呢 在这所有的事情 他们这一段历史上面 他们重建圣殿啊什么的 为什么会引起纷争 照理说 大家和睦 很高兴才对 为什么要引起纷争 有人看法不同 为什么 为什么 一切有没有像先知所说的那样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OK 所以跟他们预料的不一样 随着中间里面开始有纷争 大家的看法开始不一样 OK 所以 跟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好 所以 这一段时间 不管是以撒拉机 或者是这个 或者是 以撒拉机 或者是我们讲的 西米记 他们 都没有预期的那么圆满 虽然都是盖圣殿 虽然做什么 盖 盖城墙 OK 可是结果就没有想象的那么美好 OK 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 可以 来看一下 我们现在 英文版的来看一下 所以刚刚我们已经看过中文版的 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 我们知道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 这两卷书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The books of Ezra and Nehemiah in most OK 所以这一次是讲两卷书 Ezra Nehemiah OK 这个不要忘记 Ezra跟Nehemiah 这两卷书 Modern Bibles These books are separate OK 所以在我们modern 注意他这个里面讲到 Modern Bibles 什么叫Modern Bibles 现代圣经 现代圣经 我们不要讲几千年以前的古代的 现代圣经里面 These books OK 基本上这是两卷书 你不要说它是两本书 它是两卷书 These books are separate 谁知道什么叫separate 分开了吗 分开了 他们不是一卷书 所以有一个叫做 Book of Ezra 有一个叫Book of Nehemiah OK 但是今天在我们所读的 格格本的圣经里面 它是其中的两卷 它们是separate 它们是分开来的 好 Modern Bibles These books are separate But that division Happened long after it was written OK That division 什么叫division 奉献吗 什么叫division 是奉献的吗 奉献吗 不是 Division是什么意思 把两个东西分开来 分开的两部分 分成两部分 那个分开的 Division 这是一个名词 它这个分开这件事情 分开两卷书 分成两卷书的这件事情呢 Happened long after it was written 它是一开始就分开两卷书的吗 不是 不是 So it happened long after it was written 在这两卷书 在被写的 OK 被写了以后 OK long after 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 才把它分成两卷书的 OK 分成了Azra 分成了Nehima 变成两卷书 这两卷书 Bud way 它是同一个人写的吗 是吗 同一个人写还是不同的人写的 不是一个人写的 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OK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OK好 所以记得 把它们分开成两卷书 这件事情 发生在他们写作 相当长一段时间以后 OK 所以一开始 他们原本是一卷的 再接下去看 It was originally a unified work written by It was originally 最原始 最原始 originally a unified work 表示 什么叫做unified work 谁可以告诉我 成一个的 就是成一个版本的这种 工作 Unified OK 什么叫unified 是唯一的吧 就是联合的吧 联合起来的 Right OK 是一个unified work OK Unified work呢 指的就是说 它是一个合而为一的 这么一个工作 OK 它这个work 到底指的是什么意思 我们一般讲 工作 对不对 可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work 我们应该怎么翻译 作品 做此 就是他做的这件事情 它是一个unified word 它是一个联合起来 统一起来的一件事情 OK 这是一个工作 不要拆开来 它本来是一个工作 written by a single author 这件工作呢 是被什么人写的 这个written是被写 这个作品呢 被写了是 by a single author single 是一个还是两个 一个 一个 所以被一位单独的 这个作者来写作的 OK 所以到这里 你就理解 Ezra 还有Nehemiah 它是一个作者写的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而且它是unified word 它本来是一个工作 联合起来的一个作品 OK 所以这个人写了 Ezra Nehemiah的 合起来的这一部书 这是他的作者写的 好 没有问题 我们再继续看下去 那我们就知道 他的作者是一个人 好 我们继续再看 The story is set after the Babylonians destroyed Jerusalem and its temple OK The story is set 什么叫 set 什么叫 set 这是一个被动诗 对吧 理解的方法是 It's set 这什么意思 是 这写 写 写 就是 别写了这个故事吧 这个故事的设定 OK 设定一个时间段 我们现在在讲的 It's set 表示它设定的时间段 在什么时候呢 after Babylonians destroyed Jerusalem 在巴比伦人 回掉了耶路撒冷以后 Bablonian 这个Bablonian是 Bablon的人 叫做巴比伦人 Bablonian 在巴比伦人 已经回掉耶路撒冷以后 OK 所以我们知道 它的时间点 我们读一卷书 我们很希望知道 尤其是历史书 我们知道 它的时间起点 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 这个故事的起点呢 设定的就是在 巴比伦人 毁掉耶路撒冷以后 好 这个句子的下半段 我们再来看 And It's Temple 这个It 指的是谁 It指的是谁 It指的是Jerusalem Right 耶路撒冷的圣地 OK 好 我们继续看下去 And took many of the people into exile It's Temple And took many of the people into exile OK 好 所以在那个时间段里面 这个圣地 还有呢 拿了很多人 他们 他们不只是毁掉耶路撒冷 还毁掉了他的圣殿 就等于耶路撒冷 又变成废墟了 OK 废墟了 耶路撒冷也毁掉了 他的圣殿也被毁掉了 毁掉以后呢 这些巴比伦人 Took many of the people into exile Exile 这个字我们太熟悉了 我们这一段时间 常常选exile 谁告诉我 什么叫exile 流亡啦 流亡啦 去树五木羊了 对 去树五木羊 去流亡了 OK 这都是在屈服于敌人的 这个什么 淫威之下 OK 把你们都赶去 流亡去了 好 Took many of the people Many of the people 为什么叫做 Many of the people People这个字是 复数还是单数 复数 复数 绝对复数 OK 他绝对 只要写people 就代表复数 但是我们也看到 有的时候用people 什么情况 用people 民族的种类 做一个整体 很多民族的时候 我们用people 他们是不同的民族 放在一起 比如说迦南美地上面 迦南地上有好多奇怪的民族 对不对 很多很多 不是只有 本来是神赐给以色列的 但是上面很多的外邦的民族 所以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是不同种类的民族 我们就用people 用复数 OK 但是当我们形容说 这里有好多老百姓 我们国家的人民 怎么样的时候 我们是用people 就代表复数 OK 好 他们带了很多的老百姓 took into 就把他们带去怎么样 流亡去了 巴比伦 所以你现在了解了 Ezra Nehemiah 他的起点 这个故事的起点 就是流亡 一大堆人都被巴比伦 人带去流亡去了 太可怜了 好 And this book picks up about 50 years later OK This book picks up 什么叫picks up picks up 应该怎么解释 原来的意思是把东西拾起来 拾起来 把东西捡起来 你把地上那个东西 pick up picks up 对 这个 这一卷书 picks up 我们说书自己 书怎么变成一个人了 他会捡起来吗 那这里的pick up 是什么 书籍 收集 OK 基本上 他写的历史 大概就是 从哪个时间段 到哪个时间段 OK 他说 他收集的 这个故事的 这个 这个这卷书 收集的是 about 50 years later 在什么 之后的 50年 好 我们继续把这个句子 看完 50 years later and tells the return of some Israelites to Jerusalem and tells the return of some Israelites to Jerusalem 所以你可以了解 OK 再看一次这个句子 and this book picks up about 50 years later 这个later 通常是比什么的later 你知道吗 你觉得这个50年之后 是什么的50年之后 请问 就是流放以后的那50年 OK 这个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人还继续流放吗 不流放了 有一些人仍然流放 OK 有一些还是流放 有一些可能留着留着 就留在那里了 就回不来了 是吧 可能他就跟外邦女子结婚 他就怎么样怎么样 为了生活啊 他就在那里了 他甚至也许可能都被弃神 可能就不再接受这个信仰 也有可能 对不对 picks up about 50 years later 好 我们就一看 this book picks up about 50 years later and tells the return of some Israelites to Jerusalem 而且他 tells 他这个故事说的是 这本这句说 你说什么呢 tells the return of some Israelites to Jerusalem 有些人流放 有些人就回来了 以色列人回到 Jerusalem 回到耶路撒冷了 所以你就理解 对一些 以色列人而言 他的信仰的中心 就是耶路撒冷 OK 我们可能 50年有可能几代人 你想想看 50年会几代人 可能已经超过一代人了 对不对 一个人如果25岁 开始生孩子的话 50年的时间 大概已经第二代已经冒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大概已经两三代人了 这些人呢 有些人就已经开始 回到耶路撒冷 这些以色列人 回到耶路撒冷去了 好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T2不是什么意思 OK 我们看一下 我们前面讲 这个掉了吗 来 我们看一下 And this book pick up about 50 years later picks up是指说 这一卷书 它收集的时间段 叫picks up 它写的历史 它的时间 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 我这本书 写的就是民国时代 所以我pick up 民国时代 我这一本书 写的是唐宋时期 所以我pick up 唐宋时期 这个原来的pick up 是剪起来的意思 书本身不会做 剪起来的动作 它指的是书 描述的 它收集的这个年线 描述的年线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 所以我们用pick up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了 OK 我们继续讲 然后呢 然后呢 当他们 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描述 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他们 发生在什么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当他们rebuild the city 他们重建这个城市 还有他们的life是什么 这个life是什么 生活 对重建这个城市 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生活 对于以色列人这样的人来讲的话 他们被流放了以后 流放回来是两手通通 有的人可能一路逃犯回来 是吧 你没有什么财产 你也没有什么家业 啥都没有了 你是人家的囚犯 好一路好不容易 又回来回到以色列 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们要重建这个城市 重建他们的生活 这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如果你曾经出生于广州 你现在离开广州了 去某一个城市生活 你又想回到这里再重新的时候 你要重建你的生活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了 所以what happened when they rebuild the city and their lives there 他告诉你 当他们要重建城市 重建生活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 这个时间点 就是流放以后回来 那个时间 大概五十年间 这一段 那这至少有两代人 三代人了 是吧 在这段时间里面 他们重建这个城市 耶路撒冷 还有他们的生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好 OK好 在这个里面 specifically 什么叫specifically 谁可以告诉我 specifically 特别是 尤其是 不是special OK specifically指的是什么 specifically 你跟我讲一下 这个事情是怎么样 be specific 什么叫specifically 具体的 具体 对 这个事情 字面上 有的时候 我们汉语翻译也 特别是什么什么 但是其实我们指的 就是说 你把那个范围缩小 具体讲清楚 是什么地方 什么事情 你现在到我家来 哭了整页 你不要哭啊 be specific 到底你受到什么委屈 要具体的讲清楚 这个叫specifically OK好 具体的 具体的来说 这本书 它现在就告诉你 那个架构 这本书 focus focus 这个focus 就是第三人证单数 什么叫focus啊 什么叫focus 它完全 完全着眼于 就是专注在什么事情上 focus 后面要用什么介词 on 绝对要用on 不可以用in OK 因为focus的时候 基本上一个人 focus在什么事情上 那个 那个focus的那个动作 是你从上往下看的动作 好像老鹰在天上飞 看地下的东西 那种 这种视角 所以focus on 一定是on 绝对不会focus in OK 也不会focus at OK focus on OK 它具体的来说 这个书呢 它专注于 three key leaders 什么叫leaders 什么叫key leaders 主要领导 主要的领导人物 关键的领导人物 叫key leaders key是一把钥匙 OK 所以key leaders 就是指关键的领导人物 这些领导人物是谁呢 who let the rebuilding effort 这些人都是 注意这个leaders 是什么 他是引领 这三个人都是引领 rebuilding efforts rebuilding我们认识 重建的efforts 什么叫efforts 结果 努力 努力 对不对 所花的精力 所花的努力 这三个人是专门引导大家重建的努力 专门在做重建这件事情的 所以他们不是大富翁 他们也不是什么有名的战士 他们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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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人是rebuilding的 专门是在重建耶路撒冷城市的 这么三个关键的领导人物 OK好 那我们就了解了 我们再来看啊 这本书你注意了 他有三个关键的领导人物 你一定要把它记下来 specifically就是具体 清清楚楚的告诉你 specifically the book focuses on three key leaders who led the rebuilding efforts you have OK 这里有几个人我们都记得 Zerubbabel Zerubbabel是第一个人 然后就是 Ezra and then Miyamaia 这三个人不要忘记啊 就是出现在这两卷书里面 基本上讲的就是这三位领袖 这三位领袖都是跟重建这个城市 是非常有关系的 you have Zerubbabel then Ezra then Miyamaia 他这样子用then 用then 用then 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为什么一定要用then呢 按时间顺序 that's right Zerubbabel是大哥 他先来 完了之后接着是Ezra 完了之后就是Niyamaia 他们的历史顺序 出场的顺序 是这样的 这三位历史人物 这样是不是很清楚 OK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所以就是这三个人 他给你画三个框出来 三个部分 而且他告诉你章节 在Ezra一开始一到六章的时候 我们是讲Zerubbabel的故事 然后Ezra的七到十章是讲Ezra 所以我们知道 基本上Ezra这本书 讲了两位领袖 一个是Zerubbabel 一个是Ezra 那么在Niyamaia这卷书 就完全讲Niyamaia OK 好 这样没有问题 OK 好 我们继续 And the book's design focuses on the efforts of each leader The book's design 这个书的设计 OK 它的设计方法呢 它就是又来一个focus 专注于 OK 书设计的时候 作者在写一个东西的时候 不是写流水照 这一些神所挑选的作者 他们之所以 OK 成为旧约圣经 新约圣经 这么重要的部分 这些作者在写作之前 他们都是经过设计的 OK 而且特别专注于 focuses on the effort of each leader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 the effort 这个the加上去就是有专指 对不对 特别指定 请问the effort 指的是什么effort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the effort 这个effort指的是什么effort 会重建的努力 对 工作的人 前面有一个字 rebuilding rebuilding the effort 就是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 the rebuilding effort right 重建的这个努力 那么后面呢 我们在提到的时候 我们就不再讲 the rebuilding effort 我们就讲the effort 就是前面指的那个 有所指的那个effort 那个努力 OK the efforts 注意是s啊 加上s 所以你现在了解 努力这件事情是可数 还是不可数 不可数 不可数吗 the efforts 可数 可数 加s 就是可数 可数 Thank you for your efforts efforts 谢谢你对这件事情的努力 哎呀 我这个小小的意思 送你十万块人民币 感谢你对我这件事情的帮忙 假设啊 这不是好习惯 这个efforts 指的是对方对这件事情的努力 efforts 你知道我花了多少efforts 我才能上清华北大吗 That's my efforts 所以efforts是可以数的啊 OK 好 这个书的设计就是专注于 the efforts of each leader 朋友我们已经讲过 有三个leader 一个是Zerubbabel 一个是Azra 一个是Niyama 所以每一位 Each是每一位 每一位的这个领袖 他们的努力 我们都包括在里头 他设计的时候 就是专注于他们的努力 那这个努力 到底是想讲什么呢 就是讲他们的重建 对不对 他们对于重建 所花的努力 这个努力怎么写啊 如果你要写努力 你要怎么写 A4 A4 对 可是你要写 你要讲一个人的外形 比较容易 对吧 他哎呀 漂亮的脸蛋 漂亮的腿 漂亮的什么 那如果要写 叙述一个人的努力 你得怎么写吧 一切一切 要讲事实 对不对 你得讲出事实 才会相信嘛 对不对 你要讲他们重建 城市的时候 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怎么努力 怎么努力 怎么努力 那那个努力的事件 你就要讲得很清楚 原来是这样努力 原来是那样努力 又遇到了这样一件事情 哎呀 多么不容易啊 而且这事情 举的例子 一定要非常不容易 才显得出他的 efforts 他的努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 故事的设计就是专注在 每一位领袖 这三位领袖人物 他们所有 所花的努力上面 好 Zeruvival leads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back to Jerusalem 所以他是亲自注意这里 我们回来的人 你们都是流放回来的 没有关系 一起见圣殿 好 再来 然后 在这个 Zeruvival跟 Ezra之间的时间点 他们两人之间 差多少年 看到没有 这里 Sixty years 六年 Sixty years later 所以在第一个领袖 回来盖圣殿 完了的六十年以后 第二个人物上场了 Ezra Ezra arrives in Jerusalem 他主要是做什么工作的 请问 哦 这里有一个Teach 对不对 Teach的Torah 有没有人不了解 什么叫Torah 请你告诉我 To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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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五经 摩西五经 OK 摩西的五经 就是Torah 这个东西重不重要 请问 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 对以色列人而言 不读这个是不行的 这是基础教育 小孩 从小小孩 就要开始读Torah 所以 这个人 Ezra是个老师 他回来 专门是教导Torah 经的 还有 每个人都要Rebuild 每个人都要建一个东西 第一位领袖 Zerubbabel 他是建圣殿 Rebuild the temple 第二位 这个老师人物 他肯定是文秀才 他不是舞的 对吧 所以 文秀才是Rebuild the community 请问什么叫Rebuild the community 重建社区 社区谁的社区 圣民 圣徒 是什么民族的社区 以色列 以色列 以色列犹太人的社区 为什么他要来建社区 你就盖个圣殿 你盖个耶路撒冷城就好 为什么要跟社区有什么关系 就是生活方式也要改变 他们这些人曾经去留学过的 他们出去流放了 流放的那是 OK 所以他们出去流放以后 请问在外面流放的时候 是不是语言 生活习惯 文化 对圣经的了解 对这些经文 犹太经典的了解 是不是有一点 没有那么熟悉了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 神就派下一位 妥拉经的老师 摩西五经的老师 赶快把原汁原味的东西 给你好好的教导一下 所以这个是Rebuild the community Community很重要 因为请问 Community它是什么的基础 城市的基础 还有它是什么 它是教会的基础 我们的教会是不是就是一个Community 是不是 所以任何时候 这个一个硬件 跟一个软件 要有一个软件的建设 这个软件就是指的 这个Community 人的素质不够 因为过去的那些人 可能都是大老粗 给人家流放出去 去流放的 可能会做粗活 但是对于读犹太的经典 这些妥拉经 肯定都疏忽了 是吧 这没有办法的事情 因为你给人家做奴隶 是不是 可能有一些都不认识了 不懂了 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来 重新进入 那把这个犹太人的社区的信仰 整个建立起来 所以这个是这位老师重要的工作 这是Azra的工作 他是一位老师 他是文秀才 他可能不是说带兵打仗那种型的 他也不会花体力 大家秀肌肉 去把那个什么耶路撒冷 拿一块砖一块砖擂起来 他不是做那个的 但是他做人的统和的工作 把社区给建立起来 教导大家 扎扎实实的把犹太的经典学会了 这个就叫rebuild the community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所以community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每一个地方 如果我们今天要传福音的话 传福音是以什么 以社区 以教会为单位 我们每个城市 我们每个社区 我们都要有教会啊 然后教会彼此什么样 连结 这就是一个神国的最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知道了 神第一个先派人去建圣殿 Zerubbabel去建圣殿 第二个来个老师 60年以后来一位老师Azra Azra开始建什么 建人的社区 那就是肯定要把人的脑袋里的东西 重新教育起来 原来你去国外 留放了以后 都做了大老出了 不行 现在回来 从头把这个土拉经给我读好 OK 确实跟神的关系改善 然后呢 扎扎实实的 常常读经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好 有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第二位老师 第二位领袖人物 再来第三位 就是Nehemiah 对不对 然后他接下来 这个是我们前面的第二位领袖 Azra Azra is followed by 他被什么人接着来 所以接在他后面的这位是 Nehemiah 第三位领袖来了 who leads the rebuilding of Jerusalem's wall 什么叫Jerusalem's wall 耶路撒冷城墙 OK 所以这个是完全是武将 这个是秀肌肉的 OK 他要带人怎么样 把城墙全部给他建起来 请问这个顺序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先建圣殿 再来是社区 人的问题 然后再来就是 这个城市的城墙建起来 你觉得有没有问题 这个顺序有没有问题 这样顺序对不对 如果是今天 你要是好的 应该是好的吧 好的 太好啊 先团建 先团建 然后再做事 挺好的 对啊 那如果我先把城墙盖起来 然后嘛 我再建圣殿 然后我再来把人搞起来 这样可以吗 没有那样好 没有先建 先建人 先人 先建人 然后再建 好 第一次是先建人 先过读 妥拉金 先把 区建起来 Torahs and Community 然后第二个 你要建什么 然后再 再建城墙 再建城墙 最后再建圣殿吗 就是啊 好 现在的次序是 根据历史 它是先建圣殿 再来人 再来城墙 为什么要这样 它有没有道理的 我想问的 有有有 那是那个 那个 那个圣殿是中心 那个表示神的同在 所以他们就是 对圣殿非常的 那个 那个是敬畏神的地方 那是敬拜神的地方 如果咱先请大佬出 你妈要来 武将先来 先把城墙都给我盖好 一砖一瓦 全给你围起来了 然后呢 人的素质 是不是还是没办法提升 读不懂 还是读不懂 对吧 可能都不认识字了 因为都去流放回来的人 那怎么办呢 所以不行 不能先建城墙 先建这个社区好不好 Torah and Community 先叫大家读经 大家全部 每天 每个礼拜天 都到我家来读经 可以吗 可不可以 我觉得挺 可以啊 我觉得挺好 但是那个 但是他们的目的 还是要 就是有一个中心 就是要神 就是他们想 当时那个年代 那个中心 就是那个圣殿 有圣殿 他们就觉得 那个内最重要 我觉得在他们心中 最重要的 好像就 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你做这些所有的事情 首先是 谁要同意 是你说了算 还是我说了算 神要同意啊 神先说了算 神要同意 神要同意的时候 神连个圣殿都没有 他怎么同意啊 是不是 对 所以你看出顺序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 一开始就要有圣殿 有了圣殿的时候 他们有这个祭祀 对不对 OK 比如说 这个 他们有各种的赎祭祭 平安祭什么 这些次序都开始做了以后 而且最重要的 圣殿里面有谁 圣殿里面 神在里面 约柜在里面 那个时候约柜已经 精神 他的精神象征已经到位了 神已经在圣殿里面了 是不是圣灵降下 然后里面有祭司 大祭司 祭司 然后整个圣殿开始运作 如果已经开始有圣殿了 你说我们 如果我们是犹太人的话 是不是常常圣殿有活动 每个礼拜天 这个安息日 我们是不是都到圣殿去听讲道 肯定吧 是不是肯定这样子 对的 对的 That's right 我们就开始有精神生活了 我们有信仰了 是吧 以前虽然被流放 我们是大老族 不太懂这些东西 有些经过两代 可能忘记了 50年以后 有些东西忘记了 但是现在借着圣殿的运作 就把这个慢慢就带回来了 带回来以后 只是懂得祭司 只是懂得在那里 敬拜神 还不够 才开始要深入人的内心 人的脑袋 人的信仰 所以我们就请老师来了 Ezra就上场了 开始要带领他们读 妥拉经 OK 建立社区 是不是 OK 社区彼此 以色列人彼此就互相连接 有了社区 就等于基础的教会 大家这个时候信仰就更坚实了 然后最后我们做什么 在保护这个圣殿 在建围墙 在修围墙 在把它保护 因为建围墙代表的是一个什么意义 为什么一定要有围墙 可不可以开放式啊 为什么一定要有围墙 抵御仇敌的那个攻击啊 OK 而且最重要的是怎么样 分别为圣 以色列人跟其他的民族 在神的旨意下 可不可以混为一谈 大家通关吧 大家随便吧 可以吗 绝对不能 不能 所以才需要逞强 是吧 所以这个武将 秀肌肉的是最后一个上场 OK 所以三位历史领袖 他们是有他们的顺序在 第一 什么事情 第一件最重要的是要 神求得神的欢喜 要圣灵与我们同在 所以第一件事情 就是圣殿 没得说的 圣殿 圣殿起来了之后 第二 人要深入的 这个信仰 要学习 所以 拖拉经 读这个经文 然后有社区 是吧 这是基础的教会的形式 就已经起来了 然后最后我们一定要见什么 见这个城墙 城墙就表示分别为胜 我们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是不一样的 而且要抵抗其他的敌人的侵略 是不是 OK 所以他的次序是这样子 好 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这个Azrah呢 是由谁承接他 在他之后 就是尼亚玛 在他之后 这个尼亚玛 做的事情就是领导 Least Rebuilding Jerusalem's Wall 他做的工作就是领导 大家建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 好 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已经了解 这个书的书的书及他写 这几卷书他写的时候 他的次序怎么样 他作者的安排是为什么 他的架构是在哪里 他这个顺序都是有道理在的 不是随便自己想怎么写怎么写 不是这样 这个肯定都是圣灵与他们同在 特别安排这样的次序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Walls And these three stories are designed to be parallel Each OK 这里有一个字说 OK Jerusalem's Wall Walls And these three stories are designed OK 这三个故事 三个为 三个这个有领袖的人物的故事 Are designed 它是被设计成为 to be parallel 什么叫parallel 平行吗 平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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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咋平行呢 不是先来Zerubbabel 然后再来个Ezra 再来个Nehima 什么平行法呢 OK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怎么平行 parallel 就是平行的 是 to be parallel Each begins with the king of Persia prompted by God to send the leader to Jerusalem OK 这个平行的意思就是说 他三个 讲他们故事的格式 都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 每一位领袖 他们的故事 一开始都是 begins with the king of Persia 那个时代是 那个时候 以色列人 还有没有 有没有国家 请问 还有南国 北国吗 还有没有 没有国家 没有啊 所以当时的历史 政治的背景 当时是谁当老大 政治上 谁是老大 亚达学习王 King of Persia King of Persia OK Persia是谁呀 波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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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了解 政治上的大佬 是波斯王 由他来 OK 他来统治这一切 后面有一个字 Prompted Prompted by God 什么叫 Prompted 前进吗 Prompt 请 什么叫 Prompted Prompt这个字 什么意思 谁可以比较 恰当的来解释 这个字 进攻吗 什么 听不太到 是不是进攻的意思 推动吧 OK 什么东西在推动 在促使他 在提示他 都会这样子 对 但这个地方 Prompted by God 那显然 这位王 是受到什么人的提示 什么 一定有什么人 在怎么样 在告 对 他是由神 在警示他 他是被指示的 这个Prompted 我们可以说 是被指示 他被神指示了 所以 终究 整个历史的 背后的 整个操控 在神的手上 OK 所以 波斯王 被我们的 耶和华神指示了 做什么事情呢 就 Send a leader to Jerusalem 他派这些领袖 派领袖 到耶路撒冷去 所以三段故事的 结构都很相像 都是波斯王 派这些人 他受了神的 引领 神的指示 就派了领袖 到耶路撒冷去 好 OK 他派领袖去之后 而且他还 offer他提供 resources and support 什么叫 resources and support 自言 提供 自言 所以这位波斯王 他是 赞成以色列人的 还是跟以色列人 做对的 赞成 赞成 OK 所以 这三段历史里面 包括 重建圣殿 重建他们的 读这个 陀拉经的教育 还有这些社区 犹太的社区 第三个 包括这个 重建城墙 这三段历史 全部背后 其实 推手 推动的人 是谁 神 是神 但是透过 什么人来做 这个事情 波斯王 波斯王 这里面都有 波斯王 如果波斯王 没有在神的 引领之下 他没有给 他们资源 这个你想想看 建城墙 建圣殿 然后还要教育 这些老百姓 这花的都是 白花花的银子 是不是 都花很大的人力 物力 花财力 他提供了 这些物资 他提供支持他们 他派了领袖 去那里 照顾这些 以色列人 所以 Resources and Support 支持以色列人 同时他也提供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 OK 好 所以你就了解了 这三段历史 在圣经上来看 是神的旨意 没错 神要 要写成这一段历史 这是完全是神的旨意 但是呢 他用他的手 万世间互相效力 他透过波斯王的力量 来把这件事情成就了 Support And then each leader Encounters opposition OK Each leader 每一个领袖 OK Encounters 谁可以告诉我 什么叫Encounters 遇到 遇到 OK Encounters 跟另外一个字 Meet M-E-E-T 这两个字 有什么不一样 谁可以告诉我 老师 一个是偶遇的 另外一个是 不是偶遇的 OK M-E-T 是我们开会 所以我们必须先约好 对吧 我们要相亲 也是要约好的 叫Meet Encounters 是偶遇 完全没有 事先安排的情况下 就遇到了 So Each leader 每一个领袖 我们现在讲的 这三位领袖 很伟大的领袖 每一位领袖 他们都 遇到了 Encounters 他们遇到了 而且都是 出其不意的遇到 没有办法料到的 他们遇到了 Opposition in their efforts 什么叫 Opposition 老师 是不是那个 位置 No Opposite 反对的吧 是反对的吗 反对派的势力 是吧 我今天要见圣殿 有没有人反对 有 一定有 我今天要教 陀拉金 要搞好犹太人社区 有没有人反对 一定有反对 我现在大佬出来 我要盖城墙了 耶路撒冷的城墙 有没有人反对 肯定 这三位领袖 他们通通都 Encounters Opposition 是不起而已 他们全都遇上了 这种反对的势力 in their efforts 在他们的努力之中 他们都遇到这样的问题 他们三个都很努力 可是呢 努力的结果 都遇到困难 Encounters Encounters Opposition in their effects Eff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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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rts是 昼音在第一个音节 Efferts 好 所以呢 这些领袖 全部都遇到了 不可抗拒的 这些阻力 都有反对的势力 你要盖圣殿 就有人反对圣殿 你要教陀拉金 教书先生都什么犹太社区 都遇到阻力 你要盖城墙 大佬出来盖城墙 也不让你盖 通通都遇到困难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好 我们再往下看 Eff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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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在这个里面 Effe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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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们overcome 什么叫overcome 胜过了 胜过了 对 胜过了 是不是 他们都想办法克服了 都想办法克服了 but in a way 但是用一种方式 that leads to a strange anti-climax 一种很奇怪 strange很奇怪的 什么叫做anti-climax climax是什么东西 什么叫做anti-climax climax 怎么那么像气象的东西 是吗 不是吧 很像 OK climax 主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climax 主要讲的是什么东西 climax 在这个地方 讲的是一种 高潮迭起 特别是我们在讲 什么东西的 压轴系 哎呀 这个今天这个央视 这个春晚 最压轴的 最后一个出来 最棒的 最压轴 最高潮的 就是范冰冰的 不是范冰冰的 什么 什么宋丹丹的 什么一个小品 就是那里面最好看的 最高潮 大家最喜欢的 那个叫climax 有没有问题 叫climax 可是anti-climax 什么叫anti-climax 那就是最低 最低了吧 那就是没有最高潮 就最低了吧 OK好 climax是高潮 对不对 OK anti-climax 指的是什么 指的是 它是一个什么 反的呀 超老师 是不是反对 是不是就是那个 抗拒那个高潮的 那个 抗拒的那个意思 抵挡那个高潮 他不高潮 那就怎么办 渐渐降低 低潮了 那个 低低了 高潮是都让人家高兴 还是不高兴 高潮是高兴 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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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过着快乐 幸福的日子 那是高潮 对不对 climax 因为大家都喜欢 现在anti呢 反高 那是一个什么 高兴还是不高兴 不高兴 不高兴 所以anti-climax 指的就是 让人是印象很深刻 可是是一个 令人失望的这种结局 最后这个 罗密欧跟朱丽叶 哇 居然自杀死掉了 这个好 有情人没有终成眷属啊 这个就是反高潮 让人觉得太失望 太悲伤了 这叫anti-climax 以悲剧收成 anti-climax 虎头蛇尾的结局 对 虎头蛇尾 anti-climax ok 所以它不是climax climax是我们的 我们的春晚 哇 大家高兴得不得了啊 可能当场撒红包 撒出去十万块红包 高兴得不得了 特高潮 但是anti-climax呢 不对 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失望的 悲伤的事情 ok 反转啊 反转成这样了 对 没错 所以他们虽然很努力 他们也克服这些问题 因为他们都遇到阻碍的势力 但是是一种方式 怎么去克服呢 是领入一种 奇怪的 strange anti-climax 也就是这个东西是让你 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 很奇怪 对不对 你没有想到 他这么努力 他都这么样去克服他 怎么到最后是失望的结局呢 in each of the three parts 三个部分都有这个问题 都是没有办法想象的这种 悲剧 奇怪的这种 悲剧 令人伤心的这种失望的这种结局 并不是像大卫王那种 哇 大家欢欣鼓舞 唱歌 歌颂春晚 或者什么什么 不是那种结局 而是让人非常奇怪的 让人说 怎么会这样的发生了 令人很悲伤的结局 很奇怪 完全出乎观众的意料之外的 这个叫anti-climax anti-climax 说一个大学生他非常努力 我们全校都看好他 他必上清华北大 结果没想到考试那一天 他失常了 他遇到车祸了 他变成植物人了 这个是不是anti-climax 是不是 是反转了 是 完全反转 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人留学归来 马上就要跟他多年相恋的女友 哎呀在一起 从子王子公主 太美好的结局了 这个叫climax 结果他回来以后 发现女友已经塌价 他取不到了 然后他自己可能也受伤了 这个就是anti-climax 是一种奇怪的 strange anti-climax 三段故事都起源于波斯王 再讲一次 受了神的指引 然后呢去帮助了这个耶路撒冷城 让他们去重建 第一点没有问题 第二点 这一些三个领袖 政治领袖 这不是领袖 这三个教导上的领袖 他们通通都遇到反对势力 而且都是反对他们重建 所以非常的辛苦 OK 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 没料到像这样的事情 第三个 他们是很懂得要去克服 可是他们克服的方式呢 都是一个令人无法想象的一个结局 都是一种很令人失望的一种结局 整个反转 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期待 好 这样有没有问题 清楚了 没有问题 那个就是 索罗巴伯不是最后他已经把那个圣殿建起来吗 应该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吧 他怎么是失望的结局呢 你觉得他不够 anti-climax 是不是 好像有点那个感觉 没关系 你先留着这个疑问 OK 好 anti-climax在这里解释的就是说 他出乎意料的 他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高潮 皆大欢喜的高潮 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OK 好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我们来谈一谈 老师这个三个部分就是这三本书是吧 讲的这个不是讲的三本书 讲三个人物带领的这三个阶段 三个人物 三个人物 但是分别在两本书里头 所以你看这个画上的这个图 就给你很清楚的指示了 他告诉你说 Zerubbabel是在圣殿 这是Ezra 对不对 以色拉纪的一到六章 那以色拉纪基本上描述两位领袖 后半段七到十章是讲以色拉 那么尼亚玛雅的话呢 是在他的整卷书都是讲尼亚玛雅 所以这样子就涵盖了三位领袖 谢谢 没有问题了 我们今天就开了一个端 开始讲这两卷书 大家不要忘记 然后我们这个还要请听下回登记 我们下个礼拜还要继续接着 让大家对这两卷书能够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这种读的方法就是说 他们是很专业的这样子来分析 故事的结构 写作的方法 还有包括神的品格 在这些书 在这些书卷里面怎么彰显出来 神的旨意怎么样彰显出来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学习圣经的人 特别是仰慕神 而且是想要追求神 追求这个信仰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好 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没有问题 好 那我们就先停在这里 然后感谢大家的参与 下个礼拜欢迎你们同一时间 我们在一起努力 然后如果这中间发现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课的课堂上 我们一起来讨论 希望大家周末愉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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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老师辛苦了 不会不会 谢谢 老师辛苦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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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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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see you.